大家好 很多謝Eddie 台舉我 李先生 剛才我們先說起 他出院很久 我都未入院 接著我入院之後 就變成了長期留院 亦都好在我剛從青山出來的 我通常 因為現在都流行 演講也好什麼都好 就喜歡有服務承諾 我今晚的承諾就是 保證大家可以笑十次 一個小時內 那就開播了 好 由一出生去到成長 一路學習一路讀書 一路去學做人的道理 學人際關係 是很辛苦的 其實這個過程 尤其是塞在頭的20年進行 不過 隨著社會發達會變了30年 有人就說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的成長期 就變長了很多 也有可能是跟我們的生命 長了有關 好了 生命是很稀有的 珍貴的 我們存在的機會率是 我們都不知道有多少機會 其實就是很所有的一件事 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 我們一存在之後 我們問很多問題 做人為什麼 怎樣可以快樂些 怎樣沒有壓力 怎樣面對壓力 怎樣可以跟媽媽關係搞好些 怎樣不要跟老婆吵架 怎樣幫孩子在家好學校 有什麼可以升職 很多問題 好了 也有很多期望 或者慾望 而這些東西 完全都可以 令我們會有鬥志 也都帶來很多壓力 大家都認得這個三角形 對嗎 大家都認得這個三角形 就 Mars Law 它的需求層次的三角形 很簡單 最低那裡 就是一些生存的最基本的元素 對嗎 水啦 氧氣啦 食物啦 那有這些基本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生存 還可以的 是吧 我們開始生存得到 我們希望就會 喂 住的環境好些 吃的東西好些 水好喝一點 行不行 有很多要求 接著都還沒得 我們希望有愛 有人關心自己 也有些人值得我們去關心 也都希望可以有一些 團體 學校之類 我們是屬於他們一份子 屬於那個社區 而我們付出 或者我們努力 可以為社區裏面 創造了一些成就 我們覺得光榮 接著 再要求多一點 那就可能要在知識那裡探求 而到最高層次 就是很多自我理想的體驗 一些高峰的經驗 你可以說 另外一個學者 這個學者說很多東西 可能大家都會認識的 他說成功人事的七種特殊的因素 那是用四個鐊 針對 鑿燈的 承向生命的 第一件基本的事情 就是要活著 to live 然後第二個就是 需要有愛和關懷 to love 第三個就是 to learn 要成長 要學習 要進步 要增加智慧 好了,最后的那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L, to leave a legacy, 不要流方百世都要遗臭万年, 是吧? 头的三个通常就是年轻一点的人的最大推动力, 第四个就是过了四十岁、五十岁的人的很大的推动力, 他想留下人间有些东西, 是什么呢?香还是臭呢?见人见智, 是吧? 我看了这个三国营, 见到今次的选举也有些看法, 其实呢,不同区的人, 对生命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如果你去拉票, 去到一些做事做得很辛苦, 找不到吃的区的时候, 你说的东西应该是三个人比较低的那些, 你就会多一些票, 但是你去到半山区, 你可能要讲三个人最顶的经验, 你才能骗到他的票回来的, 不过我就没有告诉那些选议员那些人听的, 好, 这张画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画的, 因此我会议练入了一个公司的任务, 也但我会议练入了一个公司的ニ共用选与民众, 这带到网友 normale的公司去弃制作, 就说到区牺了好事。 又在一起的地, 就是一切治疗的事情, 所以它, 是因为民众人和国家, 也议便要作出一个公司的机会。 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人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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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